我是Jong-Chun-Garay-Lay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剛才已經聽完香港的特善 講回日本 導演對於Yuta Lamang非常喜歡 麥道喜歡 Ultraman 很常說鹹蛋超人 很正視聽 現在說鹹蛋超人已經不合適 麥道都知道 為何我們叫Ultraman 會說鹹蛋超人 因為那時候眼睛像鹹蛋 頭又是一個鹹蛋 兩隻眼睛就是一個鹹蛋 撈開一半 周星馳已經做了 但現在不行了 因為現在New Generation的 全部變了 那隻眼睛不是這樣的 方方的 方方的 有角 所以你不可以叫他做鹹蛋超人 Ultraman 其實七星合時已經不鹹蛋了 也不鹹蛋了 太郎 方角眼 想問問麥道 其實你第一套看的是 第一套 吉田 即是無線的吉田 但其實叫做早田 早田 第一套是看無線的吉田 那時候真的是 很震撼 打開了整個世界規 雖然之前好像有班人說 是吊著小 有魚絲 都很喜歡 無論是乖修還是飛機 但在那個年代你可以看到一些戰鬥機 後面有一點點火噴出來 是 那個年很恐怖 是 很厲害 宇宙警備隊 是啊 是啊 不過我小時候 我跟你有一點點不同 我第一套看都是原組那一套 我有看的 我記得有一兩集劇情 我記得有一集是說 我那時候覺得是恐怖片來的 恐怖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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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集是說他們最流行的毛頭鬼 在森林上飛長頭髮 那個人還會笑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拍 現在還沒想到 另一個就是看到一隻很大的蜘蛛 很大的巨型蜘蛛 然後他們最後怎樣 我記得最後 拿著車子撞過去 然後把那些蜘蛛 沒有爆到就剪成兩邊 真的恐怖片 現在說起都無管道 但是我小時候跟麥特有些不同 我都是看吉田那個先鏡 但是我最有印象 也都影響最深的 是超人Jack 超人力險記 即是歸來的超人 比特郎 即是歸來的超人 比特郎 阿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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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英基 我印象最深 也都影響最大是那個 到現在 不算差一話題 我覺得這麼多男主角 向英基是最英俊 最英俊 最英俊 大佬真是 又高 對 還有吉田不是說不好看 可能那時候年紀比較小的接觸 未細微到裡面的東西 然後第二套七星俠 因為是街禮 對 街禮 好像覺得不是 沒有正統 我喜歡這個 真是壞 真是壞 不是很正統 然後到無線做這個超人力險記 所以由這個故事 對所有東西 可能那時候開始有 開始沉迷這一類型的東西 那個影響就大很多 那時候 還有那個超人力險記 開始就是 整部電影 會比較描述的人性 開始 不是純一個特殖片 或者是超人片 真的會探討人性 例如你會見到 你現在看 你現在不可能看這樣的畫面 很慘 那時候 那時候 爸爸媽媽有沒有阻礙大家看 當然會 當然會 因為那時候 那些畫面 菲伦劈開兩邊 一斬 然後 一隻怪獸 有些血痴痴 噴出來 就是你不斷 劈開幾件 劈了頭 等一會 才跌下來 多精彩 你現在不可能看這樣的畫面 是嗎 但是當時 其實橙彈超人 也算是OK的 後來才去到 莫名超人才出事 我知道你想說 這就是後話 真是制止 不讓我們看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 你記不記得 如果 鄉英基 超人阿鄉 有一集 是超人 被人 現在一定不會出拍 不會拍的 超人被人不罵分屍 拔了頭 拔了手 然後散了 哇 那時候很震撼 當然他有一隻神奇 手額之後 大家就黏著 倒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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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是不是死了 我記得幾個超人都死了 阿鄉沒有死 但是其他主角就死了 就是那個女主角死了 那個哥哥死了 剩下一個年輕人 超人 阿鄉就回到M78聲 我開始流淚 為什麼 因為他變身飛走了 然後那個小孩就在沙灘 追 我記得你叫我做過五件事 第一 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又去到梅比斯 那個時候又再說出來 但是我記得有個超人死了 是誰 你要說死是不會再復活 還是都會復活 會復活的 通常他死了之後 爸爸媽媽都走出來 我覺得有類似的戲 總之有個超人死了 我是很傷心 是不是吉田還是阿鄉 我經常都想 吉田 如果你說真的死 就是吉田 最後是死了 但是左飛 收到左飛射回能源 不是 是夾回他走 上到宇宙就醒了 總之就不會回到地球 因為那時候還沒打算拍續集 所以不回來 你現在怎會不回來 很傷心 那一段真的見到他死了 只是走了 但以後沒得看 你會挑選Ultraman來說 整個世界觀 都不斷提到世界觀 這件事 究竟他這個世界觀 有哪一件事 你覺得我們應該可以 著眼去看 其實由初代開始 單純是打怪獸 然後他的世界觀 是慢慢改變 到後來 他就是 我忘記了誰 是 是 是 這樣擺放他的姿勢 即是他不殺怪獸 即是 即是他只是 公司就是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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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之後慢慢慢慢 他開始就分辨 不只是毀滅 其實他的世界觀 是慢慢 當然 每一代他都是小朋友 去支持 超人 所以才令到有那個能量 其實他也是一個集體的能量 即是他和龍珠也是接近的 即是元氣彈 很多人的願望 即是 我覺得 第一 是這件事 他慢慢改變 第二 就是 他又不同 他現在分開了很多不同的 年代 第一 第二 是時間空間 譬如 蔡羅 他又有一個不同的時間空間 開始 他現在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打破 所以 新一代有什麼 新一代的 不知什麼 什麼 戰記 又出了二十多集 就是全部 將所有 當然 他又分開超和 又平成 另和 新一代 全部 混在一起 我覺得他開始 在走 D.C.和 馬法國的玩法 就是 串 我拿一個 舊的人 帶一些新的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 因為 現在這一群 或者是 早我們一些的 他們只是看新的那一批 例如初一代 譬如阿香 譬如 七厚 他們沒有那個感情 但是現在 他全部把這些 拆回來 又去買玩具 找回 一個 威熟 當時的演員 雖然現在老了 但是他也 戴上眼鏡 突然間 我們就這樣 來了 但是新一批 又覺得 原來以前是這樣的 還有 這麼老 這麼厲害 他那個共生體 又重新有了一個認知 我覺得他這個玩法 還有他現在這個 跨空間 這個時間空間 他已經把所有的層面打通了 打通了之後 其實 因為他 都有五十幾年歷史 其實他真的要寫的話 他整個世界觀 是絕對可以跟Marvel 和PC那些 去 去比喻 去比喻 剛才北道說那個 由一個新的超人 帶回那個 舊超人那裏 我記得 梅比斯的一集 我真的看得到馬鈴 講回 超人八靈 那班 因為超人八靈做教師 他那班 打完怪獸之後 超人八靈站在那裏 跟著他那班 已經大過了的學生 拉了橫額 跟老師說 我現在做的律師 我現在做的醫生 跟著下面 梅比斯 看著 那個氣氛是很 起了雞皮 很感動 我覺得很可悲 我們做律師 做醫生 沒有一個做教師 有 有 那個對白有 有教師 有護士 沒有一個就說 我做了第二個 Ultraman 沒有 沒有 教不到另一個 接班人出來 真的很可悲 所以這個傳承方法 是很吸引 還有剛才說 要小朋友支持 如果說 開始有這個 這麼明顯的 這麼著織的行動 我第一時間想起迪家 光之迪家 那時候 小朋友不斷在給能力 不斷在喊 我想 往後的鹹蛋超人系列 因為這一部分 這麼經典的 就命令了基礎 其實阿香那時候也有 那個年輕人 特別是那個年輕人 對 跟阿香的感情 互動 在那個收車廠 那個老闆 我覺得 一直以來 都是小朋友 他在玩的一件事 就是小朋友給那個力量 去超人 所以超人才維護和平 他一直在說這件事 麥道之前也說 例如打一些怪獸 那些 其實近代 特別是New Generation 開始探討這個問題 究竟 為什麼要打一些怪獸 以前就說怪獸 因為它破壞城市 影響我們的和平 所以就要消滅它 就是在說這件事 例如New Generation 近五、六年 每一套都開始 會有一集、半集 探討 究竟是我們攪著那些怪獸 那些怪獸攪我們 很多時候 那一集就是說 其實是因為 我們去 例如 建一個地下城市 攪醒那些怪獸 刮個地孔 那它住在下面 你叫醒它 它便上來 可能是人類的民 去影響了 破壞的資源 影響了他們 所以他們才上來 所以不是說 為何我們要殺它 他們才是地球的民居民 我們不是 現在會開始喊吐這些事情 剛才也說 不殺 高屍 為何要殺 還有我記得有很多集 不同系列都說 你殺了那隻 叫做怪獸 媽媽 那她的兒子呢 然後便冤冤相報 有很多這些故事 連鎖的劇情 大家會再豐富一些 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超人打怪獸究竟是甚麼 都是隨著我們世界的價值觀 有變的 環保、反戰 對於弱勢社群的關注 其實你會發現 都是滲入劇情 剛才麥道說 小朋友和超人的關係 其實就正正好像 很多是爸爸和兒女的關係 當兒女出生 本來爸爸和普通人 就是為了家庭 或者小朋友 其實可以變成超人 可以做多了兩個份工 多了犧牲 我覺得是這個形式 如果Brian喜歡這個題材 我會介紹你看 Netflix最新的一套 Ultraman Rising 就是有這個關係 就是父子兩代出城 但是Blesser也是說這個 Blesser 對 因為他有老婆有兒子 很少有主角 真的結婚 有家庭 Zero算是 Zero算是 第二個變身 然後真的要到 只有兩句新 Zero第二個 但Blesser我不敢說 為什麼呢 因為他開得太多坑 他還未補完 甚至我看完電影版 都還未補完坑 他開了很多坑 他又很棒 沒有再說 真是雜思廣益 我印象中到目前為止 還未被人揭穿 超人身份的鹹蛋超人 是不是只有Blesser Hey, What's up? This is Futura You're watching Toys TV